20.2疾病 致命禁若传播性强的病毒才是最成功的病毒 人体检史 作者因比尔布莱森 翻译驴家 有时人们会开玩笑地说农业的发明 是历史上对健康最糟糕的事件 贾雷德·戴蒙德甚至称之为 一场我们永远无法恢复元气的大灾难 说来反常也很绕口 农业并未改善饮食 但在几乎所有地方 穷人的饮食都得到了改善 农业使得人们所吃的主食范围大大收窄 这意味着大多数人都存在一定的饮食缺械 却又毫无警醒 此外跟家畜生活在一起意味着 家畜的疾病变成了我们的疾病 麻风病鼠疫肺结核斑疹伤寒 白猴麻疹 流行性感冒 这些都是山羊 猪牛等动物直接传染给我们的 据估计大约60%的传染病为人畜共患 也就是来自动物 农业带来了商业和文化的兴起 带来了文明的累累果实 但也给我们带来了上千年的蛀牙发育迟缓和健康下降 我们忘记了 直到晚近年代 许多疾病都曾有着巨大的毁灭性 以白猴为例 20世纪20年代 白猴疫苗问世之前 美国每年有超过20万人染上此病 15000人因之死亡 儿童尤其易受染病 它通常从轻度的发烧和喉咙痛开始 所以乍看起来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感冒 但过不了多久 它就变得严重起来 死细胞在喉咙里堆积 形成了一层皮革般的涂层 一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皮革 让呼吸越来越困难 并且即便扩散到全身一个接一个的将器官关闭 患者一般很快就死去了 好些父母在一次疫情爆发中 便会失去所有的孩子 如今白猴变得十分罕见 在最近十年的测量中 美国只出现了五粒白猴 好多医生甚至没法认出这种病来 伤寒同样可怕 至少造成过同样多的不幸 伟大的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 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了解病原体 但他的五个孩子中仍有三个死于伤寒 伤寒和颁诊伤寒的名称和症状相似 却是不同的疾病 两者都源于细菌 以剧烈的腹痛 精神为米和容易犯糊涂为特征 颁诊伤寒是由立刻刺杆菌引起的 伤寒由沙门菌的一类引起 在两种病里更为严重 一小部分感染伤寒的人 百分之二到五 具有传染性 但没有疾病症状 这让他们成了传染性极强的代菌者 虽说他们自己几乎毫不知情 这些代菌者里最著名的一个 叫做玛丽梅伦的人 她是一名低调的雏娘 监管家 二十世纪初 以伤寒玛丽之绰号 让人闻风丧态 人们对她的出生来历几乎一无所知 有人说她来自爱尔兰 有人说她来自英国 也有人说她是美国本地人 可以肯定的是打从成年没多久 玛丽就在大量富裕家庭工作 主要集中在纽约地区 而且不管她走到哪里 总会发生两件事 人们染上的伤寒 玛丽突然失踪 1907年一次特别严重的疫情爆发后 人们对她进行了追踪和检测 并确诊她是首例无症状代菌者 也就是说她有传染性 但自己没有任何症状 这使她变得极其可怕 当局完全违背她的意志 将她保护性地关押了三年 她答应再也不接受处理食品的工作 并最终得以释放 只可惜玛丽不是个太值得信赖的人 她几乎立刻又开始在厨房工作 把伤寒传播到大量新地方 她设法躲过了拘捕直到1915年 她以假名在曼哈顿斯隆女子医院做厨师 让25人患上了伤寒 两名受害者死亡 玛丽逃跑了 但再度被捕 余生的23年都被软禁在纽约东河北兄弟岛 1938年去世 她个人至少要为53例伤寒 和3例确诊的死亡负责 但受害者兴许还不知此数 尤其悲剧的地方在于 只要她在拿食物之前洗洗手 那些不幸的受害者 本可以幸免于难的 如今伤寒不再像从前那样叫人担心 但每年仍影响着全世界2000多万人 并导致20万到60万人死亡 具体死亡人数取决于你的信息来源 据估计美国每年会出现5750个病例 其中约三分之二来自国外 但有近2000个病例是在美国国内染病的 如果你想知道 万一有一种疾病在事关流行性的四个因素上 都足够糟糕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那么天花的例子在何时不过呢 几乎可以肯定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疾病 它感染差不多所有接触过它的人 并能导致约三成的受害者死亡 光是20世纪 染上天花而死的人巨性就有5亿之多 1970年 德国的一个例子 生动地示范了天花令人瞠目结舌的传染性 当时一位年轻的游客去巴基斯坦旅行 回国后发现自己染上了天花 他被送进了医院的隔离病房 但有一天 他打开窗户 偷偷地吸了一支烟 据报道 这竟然感染了相隔两层楼开外的其他17人 天花只感染人类 事实证明这是他致命的弱点 其他传染性疾病 尤其是流感 有可能暂时从人类种群中消失 潜伏在鸟类 诸获其他动物身上 天花没有这样可攻折服的保留地 人类得以逐渐将它驱赶到地球上越来越小的范围 在很久以前的某个时间点为了专门攻击人类 它丧失了感染其他动物的能力 很可惜它选中了错误的对手 今天人类感染天花的唯一途径 就是我们自己去招惹它 很不幸这种情况真的发生过 1978年夏末的一个下午 在伯明翰大学一位名叫珍妮特帕克的医学摄影师 提前下班回家 抱怨头疼的要命 很快它就病入膏肓发烧 神志不清满身浓炮 天花是通过它办公室楼下一层的实验室通风管道 感染上它的 在楼下的实验室一位名叫亨利·贝德森的病毒学家 正在研究地球上仅存了天花样本 因为样本即将被销毁 它正疯狂工作 想赶在最后期限前完成研究 故此显然在样本安全保管方面有些粗心大意 可怜的珍妮特帕克在感染大约两周后死亡 也因此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个死于天花的人 其实他12年前曾经接种过天花疫苗 只可惜疫苗的效果并不持久 贝德森得知天花从自己的实验室逃出来 并害死了一个无辜的人 走进家里的花园小屋并自杀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他才是天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帕克接受治疗的医院病房被封禁了五年 帕克残死两年后 1980年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天花已从地球上绝迹 它是迄今为止首次行将绝迹的人类疾病 按官方说法 世界上仅存两套天花病毒样本 分别存放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疾病控制中心的政府冷藏库及俄罗斯一家 位于新西伯利亚市的病毒学研究所 两国都曾多次承诺销毁剩余的库存 但从未兑现 200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称 法国伊拉克和朝鲜可能也有库存 没有人说得出还有多少样本可能意外存活 2014年有人在马里兰州备赛斯达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一处仓库里 发现了几瓶20世纪50年代的天花病毒 它们仍有活性 这些小瓶被销毁了 却也让人不安地提醒我们 此类样品是多么容易遭人忽视啊 随着天花的消失 集合病成为当今地球上最致命的传染病 每年有150万到200万人死于其手 这是另一种我们就快遗忘的疾病 但几代人之前它还具有毁灭性的威力 1978年 刘易斯托马斯在纽约书评撰文 回忆了20世纪30年代 他还是一名医科学生时 所有集合病治疗方法是多么徒劳无功 他说任何人都可能感染集合病 而且没有任何办法保证自己不受感染 如果你得了病 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对病人和家属来说 这种病最冷酷的地方在于 要很久才会死 托马斯写到唯一的宽慰是 病人熬到油浸灯窟时 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 叫Spasphysica 它会突然变得乐观起来 充满希望甚至有点兴高采烈 这是最糟糕的迹象 Spasphysica的意思是死亡将近 集合病这种祸害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恶化的 直到19世纪后期 人们都觉得它是肺牢 是遗传性的 但1882年 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 发现了结合感军 医学界立刻认识到 它具有传染性 这一观点显然会让亲人 和护理人员感到更加不安 并变成了众所周知的结合病 从前 家人送患者去疗养约 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好 现在则带上了一种 更急切的流放感 几乎在所有地方 患者都要接受严格的管制 在医学机构 医生七段通往横隔膜的神经 这种处置方法叫隔神经压榨数 减少患者的肺活量 或是向其胸腔内注射气体 使肺部无法完全膨胀 英格兰的弗莱姆利疗养院 本着增强患者疲惫肺部的信念 尝试了相反的方法 发给患者喝嘴厨 让他们从事一些艰苦的 毫无意义的劳动 这些做法对患者 没有也不可能 有一丝半点的好处 然而 大多数地方采用的做法 仅仅是让病人保持安静 以阻止疾病从肺部 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患者不得交谈写信 甚至不得阅读书籍或报纸 因为院方担心这些内容 会不必要的刺激患者 贝蒂·麦克唐纳 在他1848年撰写的畅销书 可读信至今仍很强 温义和我当中 记录了自己在华盛顿州 集合并疗养院的经历 他说 他和其他病有每个月 只获允让孩子来探访十分钟 配偶和其他成年人 可在星期四和星期日 探访两小时 患者不得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说笑 更不允许唱歌 在大部分清醒时段 他们只可静静地 躺着一动不动 连弯腰或者拿东西也不准许 如果说如今集合病 已经很少出现在 我们大多数人的视野里 那是因为每年150多万例 死于集合病的患者 95%都来自低收入 或中等收入国家 地球上大约每三个人中 就有一个携带集合杆菌 但只有一小部分人 感染这种疾病 但它仍然存在 美国每年约有700人死于肺结核 伦敦部分行政区的感染率 几乎与宁日利亚和巴西相当 更值得警惕的是 耐药集合菌株 占新病例的10% 我们完全有可能 在不太遥远的将来的某一天 碰到一种无法治疗的 集合病流行开来 历史上出现过的大量可怕疾病 至今仍然存在 并未遭到彻底消灭 信不信有你 就连黑死病都阴魂未散美国 平均每年会出现七例 大多数年份都有一两人死亡 在更广阔的世界里 还存在着发达国家 大部分民众 得以幸免的大量疾病 比如历史慢病 结膜炎和雅思病 我们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些病 这三种疾病 外加另外15种统称为 遭到忽视的热带病 影响着全球超过10亿人 仅举一个例子 超过1.2亿人 患有零巴斯虫病 这是一种会毁容的寄生虫感染 更叫人感到遗憾的是 不管这种病在哪儿出现 其实只要往食盐中 添加一种简单的化合物 就可以消灭它 另一些遭到忽视的热带病 甚至远远不止可怕的程度 麦第纳龙腺虫能在受害者体内 长到一米长 然后从皮肤上破洞而出 即使是现在唯一的治疗方法 就是等腺虫出现时 将它们缠绕在一根棍子上 以加快它们的退出过程 说我们在抗击大多数此类疾病方面 取得的进展来之不易 得算说得太轻描淡写了 让我们来看看 伟大的德国寄生虫学家 西奥多比哈兹 1825到1862的贡献 人们常把比哈兹称为热带医学之父 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投入 研究并征服世界上 一些最严重的传染病当中 为此 他总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因为想要更好地理解血腥虫病 这是一种真正可怕的疾病 为了纪念这位科学家 如今有师也教他比哈兹病 比哈兹把尾幼虫的蛹包在自己的肚子里 此后的几天 他任凭血腥虫在自己的皮肤里打动 前往肝脏 而他则趁机记下了详尽的笔记 他从那次经历中活了下来 但不久为了帮助阻止开罗的一场疾病大范围传播 他感染了斑诊伤寒而去世 年仅37岁 类似的立刻刺体郡树的发现者 美国的霍华德泰勒里基茨 1871到1910 为了研究斑诊伤寒前往墨西哥 但本人亦因此染病身亡 1900年 他的同胞美国人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 杰西拉扎尔 18861900前往古巴 试图证明黄热病是由蚊子传播的 他感染了这种疾病 可能是故意让自己感染了 而后死亡 拨黑人斯坦尼斯劳斯逢普劳亚泽克 1875到1915 周游世界研究传染病 发现了杀眼背后的病原体 1915年 他在德国一所监狱 抗击一场流行病爆发 不幸死于颁诊伤寒 这样的例子 我可以讲个没完 医学界再也没有哪一群人 比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病理学家 和寄生虫学家 更高贵 更无私了 他们冒着生命威胁 试图征服世界上 最有害的疾病 还常因此而丧命 真应该在什么地方 为他们树立一座纪念碑